以前网上有个梗 说印第安的谐音是因地安 所以印第安人就是因商人的后裔 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笑话 没想到到了今年 它貌似就成真了 这一切还得从美洲大陆的一个神秘遗迹讲起 在美国俄亥俄州南部亚当斯县 坐落着一座绵延411米的蛇形遗迹 当地居民将此地称之为圣地 据说在上面走上一遭 就能明显感觉到神清气爽 那些练瑜伽的人更是将此地称之为充满灵气之地 他们觉得在这个遗迹旁边打坐练习 都能很快地进入状态 本来以为上述说法都已经够全了 结果这个时候呢 来了一位特别的中国游客 这中国游客对风水颇有研究 当即他就看出来 这遗迹完全就是中国北干龙这条龙脉的缩小版 而且这个地方的玄妙之处还不止于此 他这个蛇嘴会在夏天西洋下山的时候 正正好好就对准太阳落山的那个位置 同时他的蛇身第一个弯的终点直指东方 又刚好对准了夏至的日出点 第二个弯的终点则指向春风秋风的日出点 最后一个弯的终点则指向了冬至的日出点 同时如果蛇尾巴金和蛇嘴正中间连线的话 这条线则正正好好指向了正北方 这就直接让有些人联想到了北极星 要知道咱们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 但是在4800年前 那个时候的北极星还叫做紫围星 它是天龙座的阿尔法星 而有意思的是天龙座 它刚好跟这个遗迹又特别的相像 所以这个遗迹会不会是4800多年前的 古人模仿天龙座而修建的呢 要知道那个时候 中国正是商朝统治的时期 更有意思的是 那个时候商朝青铜器上的龙纹 经常会出现这种张开血喷大口 然后尾巴卷成甜甜圈的这样的造型 这又不仅会让人想到 这个在美洲出现的遗迹 会不会就是按照商朝龙纹 以及华夏龙脉这样的一个样式来创造的呢 更诡异的是 据说当地的土著 还特别喜欢把铜做成蛇的样子 那美国专家就分析说 是因为这些土著 特别崇拜蛇这种动物 然而它们崇拜的真的是蛇吗 这个是当地土著 印第安人的一只 易洛奎人 他们描述的 它们崇拜的蛇的样子 你见过哪种蛇 头上会长鹿角 貌似只有中华文化传说中的龙 才是蛇神鹿角 并且在易洛奎人的传说中 这只头上长脚的大蛇 有着呼风唤雨的能力 据说在远古时期 这只大蛇曾经发难 引发了一起巨大的轰灾 所以他们的先人 才修建了这样一个蛇形的遗迹 来祭祀这只大蛇 以保日后的风调雨顺 那修建这个遗迹的那拨人 有没有可能就是来自华夏的商朝人呢 这个还得从易洛奎人 女子为尊的传统说起 很难想象 一个现在还处在母系社会当中的 印尼安部落 它居然和我们的殷商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要知道史学界一致认为 在华夏的历史中 母系社会早在一万多年前 便伴随着新时期时期的结束 就被父系社会所完全取缔了 意思就是当人们开始用青铜器的时候 整个华夏文明 已经进入了一个父系社会 就已经有了男尊女卑的观念了 但是呢 一个在史书当中 没有留下过任何痕迹的豪华领母 却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 在山西省衡水镇 衡北村以北 大概一千米处的位置 有一个夫妻墓 专家通过出土的一些 青铜顶和青铜盘上面的 彭博和碧姬的字样 再加上其上青铜文室 有着西周时期的文室特点 于是便将此墓判定为 是西周时期的诸侯国 彭博国君彭博 以及其夫人碧姬的墓 但是历史上并没有对彭博的记载 所以很多人就会质疑 这个墓压根就不是西周时期的墓 后来细心的学者还发现 这个墓当中的很多细节 确实和周朝时期的那些墓还不太一样 如这个墓当中有其他人的遗骸 也就是出现了人训的现象 而人训现象是商代以及商代之前的产物 到了周朝 人训现象就几乎已经绝技了 而且这个墓里面的训狗方式 也不同于周朝的时期 周朝时期训狗是放在二层台上面 就是放在棺果外面筑起的这个台子上面 但是彭博墓中的狗 却是直接埋在了田土中 这种训狗方式明显是商代墓的特点 并且在墓主人的腰部的位置 还有腰坑 这种在腰部下面挖个坑 来放金银珠宝的做法 也是商代以前的传统 所以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 这个墓它就是个商代的墓 而这个夫妻墓里面还有一个 让专家十分不能理解的地方 就是无论从这个墓的大小 摆放以及规格 还有墓中出土的文物来看 这个老婆碧姬的墓 明显是要处于尊位 它就比老公蓬勃的墓要豪华不少 像迄今为止 时代最早保存最好 面积最大的荒围 就是出自碧姬的墓 这个荒围呢 其实就是罩在棺材上的一个罩子 是对死者生前居士帷幄的一种模仿 其实最让人不可思议的 是在碧姬的墓里面 发现了五个顶 而在彭博的墓里面呢 只发现了两个顶 但是到顶在商周时期 那就是身份的象征 一般天子在墓里可以放九个顶 诸侯可以放七个 清大夫可以放五个 像彭博这个夫妻墓里面 一共有七个顶 所以专家呢 就觉得彭博应该是一个诸侯 但是妻子墓中的顶 居然比丈夫墓中的顶还多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至少在用顶制度完善的周潮 是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 所以唯一有可能的就是 这个墓它其实是一个商代的墓 并且在商代呢 似乎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一些特点 有着女尊男卑的这样一个传统 有些学者甚至认为 在美洲一些印第安部族 母系社会女尊男卑的传统 就是继承于此 难道几千年前 登陆美洲大陆的第一批人 真的是商朝的人 华夏历史上曾经有一支 征战能力不逊色于蒙古铁机的军队 他们的征战范围之广 能力之突出 兵力之强盛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但是这支大军最后竟在华夏的历史当中 烟消云散了 唠了个去向不明的结果 这支军队就是商朝的东征军 当时这支东征军号称集结了商朝的所有精英战力 财力和物力 他们当时就跟商朝东边的那帮作乱的所谓的东夷人 打得是不可开交 最后不仅把东夷人给打败了 当时的商王更是想借此机会直倒黄龙 干到东夷人的老家去把他的总部给端了 从而以绝后患 而这个做法却给当时的商朝埋下了一个隐患 当时商王做梦也没想到 这帮东夷人的老家居然可以远到如此可怕的程度 东征军的信使从半个月一报信 到一个月一报信 到四个月一报信 最后到一年一报 信上的内容永远是乘胜追击 以及还没有到达敌方的总部 这就让商朝在东征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最后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天价 虽说是天价 但是当时的商王觉得 这波操作很值得 因为每次信使回来 都能给他带来一些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各式各样的珠光宝旗 贝壳海产 各种各样的人类战斧 在殷墟的商代墓里面 人们就发现了巨大的金鱼骨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类的头骨 可见当时这支东征军踏足的领域有多广了 最后可能也正是因为 当时商朝这支最强的军队走得实在是太远了 这才让周五王有了可乘之机 有学者就认为当时商朝之所以会在牧野之战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正前倒戈的情况 就是因为那些常年给东征出钱出力 却没落到好处的诸侯他们气不过了 最后集结在一起 上演了一波集体造反 来了个正前倒戈 牧野之战结束之后 周五王统一了天下 然而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了商朝东征军的任何消息 曾经有人说这支东征军可能到达了亚洲最东部的白陵海峡 并且成功跨过了海 去到了美洲大陆 在那里呢 他们天天为祖国祈福 祈福与英帝安便流传了下来 他们的后人便称自己为英帝安人 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结果在2015年的时候 美国各个州频频爆出发现商代甲骨纹的遗迹 紧接着就在当年 咱们之前提到的疑似商代的彭博木的木主纹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是Q系M120 而Q系呢 又是印第安人最常见的谱系 至少有75%的印第安人都是Q系 Q系基因的人呢 他就有个特点 就是基本上都是棕色皮肤 这就是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 生活在云贵高原上的那些人 至今呢 他们也有很多人是棕色的皮肤 然后在今年7月份又来了一波王炸 工科院昆明动物所的专家运用科学手段 对云南猛自发现的马路动物人头骨化石 开展了古DNA遗传学分析研究 结果发现 中国南方的古人类 和最早的美洲土著人之间 存在着深度的古老祖源遗传联系 这个呢 其实就是很委婉的在告诉老美啊 你们那儿的印尼人是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的 Peace 就是 帖帖 chang的